鳳主名問候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們每個禮拜都唱 差不多我來都知道你唱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這首歌 阿祖很喜歡選 現在你知道這首歌是出於耶利米愛國 今天的先兆經文是《愛耶利米愛國》三章 弟兄姊妹我和大家一直在讀耶利米書 我自己也在讀耶利米書 耶利米所處的時代是非常艱難 但是他預告了更艱難的人 更艱難的時代 一個人要對付的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所以你要明白耶穌 也要明白耶利米 很好 大家看到這件事 我們很多時候看畫劇或電影 有一個偉人出現 他之前當然有一個叫做 Foreigner 不過這是很荒謬的 現在的人不叫Foreigner 現在叫做Sidekick Foreigner 即是趁託 中國的小說 一個小說 趁託的主角 他當然不是小丑 不過他正在趁託 Magnified 接下來的主耶穌 我們經常聽說 Great is that faithfulness 信實 中文翻譯到沒有Faithfulness 甚麼是信實呢 現在上帝說的 他一定做 我們人 我們人很多時候 面對這件事 我答應的事 但他不答應 所以我就不做 但是你讀聖經 就看到一件很高深的 就是 上帝說多一句話 雖然對方毀弱 不做 但是上帝也使得他所答應的事 成就 那他用甚麼方法呢? 他不是用一面道 其實聖經一直在正確我們 我們以為 不是說 上帝你愛我 我多壞都會愛我 是 你多壞都會愛我 不過上帝是要你改 要你改 如果你不改的話 你就遇上帝為敵 你見不到上帝 今天我們人的理解 就是你愛我 我如何壞都好 你都會直辱我 但這個屬於甚麼 Black male 或者叫Hijacking 或者叫Hijacking 你愛我 這個呢 很多人說 我叫你 你愛我你就要聽我話 很多人用這個 用在自己的感情上 女人 我沒有來 你愛我 聽完我話 我就嫁你了 但是男人呢 我聽你說 你這麼壞 我忍住你 我享受他之後 之後我就不愛你了 所以看不到現在為何有這麼多離婚 你有政策 下有對策 這個說話 在政治上用 不過就是 我們看到一種人與人之間 是要get even 上帝呢 他有他的公道 他說了的話 他一定做 你不聽話 他仍然愛你 不過在你的子孫當中 他仍然找到那些 eligible ones 對的 他拯救 所以在這個信心的道路上 上帝愛世人 那這個上帝愛世人 應該全部上天堂 是不是 但是上帝有一個condition 叫一切 信他的 上帝愛世人 猜獨春子 叫一切信他的 看到上帝有一個condition 上帝愛世人 是的 但是要一切信耶穌的人 那為何信耶穌有這麼多好處呢 上帝做甚麼呢 你就要讀這本聖經 所以這本聖經是要一生去讀的 所以我現在讀耶利米書 我一直看到 我們當然有耶穌基督在後面 但是再看一看耶利米所做的事 他正在投射 正在拍攝 很多耶穌的質素 所以讀耶利米書的時候 你會覺得 是很有興趣的 如果你沒有這個角度 你會覺得很悶 有些人不聽話 好像暴動一樣 後面有曙光的 因為耶利米書 給我們基督看的時候 是有曙光的 他的困難 耶穌會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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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耶利米書 一直看 然後有耶穌基督在後面 耶穌有沒有困難 有很多困難 有很多困難 復活節 有很多困難 你知道殺耶穌是甚麼人嗎 自己有 但是耶穌會怎麼超過 耶穌會超過 耶穌的困難 比耶利米 但是我們主仍然超過 他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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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讀聖經 一件事 不單是歷史 還有一個 將來會成就 從此心思去讀聖經 真的很好 好 現在我的題目叫 毀約的後果 第二說 猶大忽視 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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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字怎麼反應呢 Destined 陰點 巴拉肯的子孫 以色列人 就是上帝的子文 上帝成為上帝子文 有什麼 chemicial reaction 有什麼 微妙之處 當他們在法老王 做奴隸的時候 他們的czuoken 他哭 上帝的電話 什麼 他們聽到 所以上帝主动派摩西来拯救以色列,离开那脱铁路的日子。 这个是什么呢? 《铁路的日子》是我第十三章的,耶利米书十三章,是不是有这个名字? 看到吗?《铁路的日子》? 我很小时候住的地方,旁边有个打铁铺。 打铁铺的人是打一尺辣的,为什么? 因为很热,辛苦吗? 很辛苦,看着那些汗就叮叮叮叮叮叮。 所以《铁路的日子》有铁又铺。 这个是中文翻译,很漂亮。 上帝主动救他,在沙拉散和他们纳约。 《铁路的日子》第十九章。 然后他们在二十四章告诉他们, 他们在二口同声如何? 《耶和话所吩咐的》,我们都必进行。 有没有做到? 没有,上帝。 《撒母义记》,我很好地抱怨《撒母义记》第八章, 我没有跟你在这里说。 但上帝,《撒母义记》由出埃及居日到现在, 都不听我说。 上帝说的。 你看到一件事吗? 他们所说的事情, 祖宗所说的事情, 他的子孙呢? 没有。 所以你看看一件事, 上帝会与这些什么子民? 今天很多人说,与这些子民。 对吗? 上帝会如何处理它? 上帝是否向他们喷雾势, 向他们开烟烧弹? 不是。 你看看上帝如何处理。 所以,邓兄姐妹, 这本书很好, 如果你今天在高高在上统治的国家, 你应该要读圣经。 圣经给了很多inspiration, how to rule people. 好吗? 如何统治。 好, 从《士师记》一直到《列王记》, 大家看到以色列人是怎样的。 整本圣经都记载, 以色列人的背役不忠, 而上帝不断派先知来劝告警戒。 我特别有何西亚书, 何西亚书我没有讲过, 不过我有点掌握, 我讲一些神文。 以何西亚书为例, 何西亚书在北国上在的时候, 北国,即是以色列国上在的时候, 他说, 以色列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上帝, 你是因自己的罪业跌倒了。 何西亚书十四章一节。 我们可以多次看到, 上帝忠于他自己的罪业, 呼召以色列人去归向。 这个归向呢, 而, Soot, S-U-B, 英文的翻译return, 回來, 所以我们叫作归回归, 就是这个字。 而回归这个字, Soot这个字, 在旧约的用途, 古约用了1050次。 开始, 旧约是第12个最常用的动词。 这个字出现了十八次 《河西亚书》三章五字更讲出上帝心意 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 Turning to the Lord in repentance 看到这个Turning back to the Lord in repentance 所以你明白这句话的时候 你就明白施洗日汗 《河西亚书》一开口叫什么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看来上帝忍了很久 但上帝说的东西你一定会做到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一样的同意 要他们回来寻求他们的上帝 他们会回来 但我们今天看到犹太人 你说,诗经这么说,但我们还未看到 我自己个人相信 以色列人 今天叫犹太人 他们仍然不信耶稣 有部分信 但将来有一段时间 他们一定会全家相信耶稣 在我的概念当中 就是耶稣回来之前 第二次回来之前的七年大灾难 很凄凉 他们一定会相信 而且相信得如何? 很凄凉 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 你要忍耐到底 就必得救 当时信信很困难 现在信耶稣很容易 他不信 到时要相信的时候很难 但如果他不忍耐 他就不得救 耶稣说了 这是马太福音和马福音 也有说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全家相信末后日子 是耶稣来之前的七年大灾难时期 他们必要敬畏耶和华 领受上帝的恩典 好了 我们现在来到耶利米斯 研究 耶利米斯11章到13章 其实这两章 这几章经文是描述 犹太人背约 以色列人其实包括犹太人 凡理圣经讲到以色列人 一定包括犹太人 因为他是以色列人 不过在这个时候 以色列已经忘了国 所以说回以色列人 就是说这个犹太人 犹太人 而耶和华 以色列的上帝 如初说 第十一章十三 第三章 本书 不听从这 若至华的人 必然走作 Curse 人 curse就说粗口 很斯文的 你越老越知道一件事 你没有力量 你出去找工作就找不到工作 Curse 你中什么不生什么 你爱那个人 他又不爱你 你对他好 他对你不好 Curse 所以这个世界 为什么不可以留乱 因为Curse 已经遷就了 这个Curse 是耶稣 可以Lifted 将它扭转 所以信耶稣 是将来 一个美好的将来 现在你看到这个世界 是混乱了 越是暖聋 你就知道一件事 这个世界是Curse 上帝就说说 你留乱这个世界 你留乱这个Curse 有什么好留乱 所以你明白一件事 你就明白耶稣所说的 不要看今生 来生 看耶稣的细节 耶利米也有说 所以看到圣经是连接的 我说这么多 当然你要是一个人 你继续去研究 耶利米受上帝的差弃 加上耶利米也很爱自己的子民 要耶利米传上帝的话 苦差 你要说这些说话 而且人也不喜欢听 为什么耶利米这样做 上帝叫了 不做不行 懂得听了吗 似乎上帝的人 没有维护的 是上帝叫的 耶利米斥责 犹大人 经过约西亚短暂的 属灵復兴之后 又回头拜偶像 他说的 而且他劝他们时 差点没命 我下一讲就开始了 他差点没命 所以耶利米很痛苦 在传这个时候 他不禁去思想 为什么恶人去平暴清云 二人的命徒多喘 这个喘是很难用的 我特别去找的是一个直字边 然后做一个色字 读喘 与人 他说 命多喘 就是我们说 为何做好人这么难 做惹人很容易 不是只是你 第一 圣经是这样的 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的主耶稣 有避顶十字架 被什么人害死 被自己有 不是坏人 是不是更加困难 好的 最后 你便不问了 于是用变坏的腰带 和装满酒的酒坛 来比喻上帝私行慈害 作为结束 就是十三章 这个段落 我会继续讲的 看看将来 好 耶利米现在活在犹大末期 上帝也亲自 告诉耶利米说 因为我将你们 列祖从埃及 地领出来的那日 我现在读耶利米书 十一章七到八节 你打开圣经吧 直到今天 从都市从早起来 切切告戒他们说 大家留意这些 这些叫做什么 person 是上帝对耶利米说话 而犹太人是 third person 告戒他们 你们 当听 上听从的话 这个是 说 耶利米要这么说 你们要听我的话 我就上帝了 他们 不听从 不择而 有意义 他们一定不听 不择而 听 这若是 我吩咐他们行的 他们却不可行 刚才读的就是 耶利米书十一章七到八节 是奉上帝的差役向尤大宣告 毁约的后果 什么呢 亡国 我们来到第二章 OK 我们看到本文了 大家看看 打开你的大纲 犹大人的离经叛道 既然是这么明显 而利米亦是无济于事 OK 我们看看 第一点 九到十节 犹大人同谋背叛上帝 效法先祖的缝役 十一章第九节 耶和华亲自告诉百姓 对我说 在犹大人和耶利 耶路撒冷居民当中 有同谋背叛的事 这句英文是什么呢 他们中文有 Conspiracy 夹粉谋 不听上去的话 这个同谋是什么 是百姓普遍去拜偶像 这个就是Conspiracy 令整个民族固意同谋 放弃对上帝的忠诚 大家看到 God is faithful to us But his people are not faithful to him 第十一章十节 前节是什么呢 犹大人在约西亚 王死了之后 死灰复原 回到拜偶像 这是《列王记下》二十三章 一到二十五节 OK 这时耶路说 告诉耶利米 去叫犹大人 他们return 回来的时候 come back OK 但是他们 叫他return to the Lord 但是他们returned to 他们的父父 who were disobedient to the Lord 现在他们听着怎么听呢 你要return to God 他们returned to他们父父的 bad practices 拜偶像 值得不值得死 用同一个字 不是returned to God 结果之后 其实耶利米 他说的这一句 是知道什么 他们不听上帝的话 特别是在马拉西时代 以色列家和犹大家都背 OK 以色列家已经忘了 犹大家仍然背叛了 上帝 其实这个马拉西是什么 在这个 约西亚之前 你看到的一件事 你之前做错的一件事 上帝会记彰的 但是在约西亚时代 你们悔改之后 上帝会原谅 但他又回头 看不见我们这件事 好像我们今天的灵命 认罪之后 跟着又犯罪 求主帮助我们 在这里学到 不要这么做 11章9到10节 是支持第8节 我会受到判与他们却不听从 不侧而听 竟随从自己环境的恶心去行 所以我使者一者若 终一切奏座的 华临到他们身上 这若是我吩咐 他们行的 他们却不去行 这也是北国灭亡的原因 现在南国面临同一件事 学者Terence Frighton 认为 耶利米斯的读者 是秘鲁之后的 尤以色列人 要自我考察 看看自己有没有好似 以秘鲁之前的犹太人 效法祖宗的罪业 一同不听上帝的话 服侍别臣 今天就是我们信徒的以色当中 我们要考察 我们信了耶稣 有没有走回 未信耶稣之前的那条路 这个点 我希望大家可以试想 第二点 上帝决意降和 11节至13节 11节他说 所以也为之说 我必是灾祸临到你们 临到他们 认为他们 第三者 是他们不能逃脱 他们必向我哀求 我不听 在尤大人的历史当中 上帝是听祂的子民哀求的 你听不听到吗 在埃及遗老的时候 以色列人哭了一口 上帝是怎样的 听到 事实记 以色列人被外帮人欺负 以色列人是怎样的 向上帝呼求 上帝听不听 上帝听到 是否派祸临 你读祸临到这些 现在来到这里 上帝告诉耶利明听 他们哭了一口 我 听 听到有些改变了 有太人的一个教法 叫Talmud 他就解释 他就会认为上帝不会 没错 上帝不会生这个 Gate of Tear 在犹太行当中 你哭的时候 上帝会听 你流眼 上帝会听 OK 但这里 Talmud 解释 上帝的耳朵 是听哀求 不过他要听什么 真正悔改的哀求 你抹下它 你很多时候向上帝求 为什么我不听 因为你不是真正悔改 而犹太人 所谓犹太人 就是犹太人 他们 就知道他们会哭 会哭 不是悔改的哭 即是说 哎呀 现在很痛苦 很凄凉 将这些 relief our pain 那种改喊 就说我不听 如果哀求不是真正的悔改 就是turn away from the idols 今天来说 如果我们向耶稣祈祷 向天父祈祷 如果不turn away from your sin 真的不听 希望学这个功课 十二节 那时犹大成一 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要去哀求他们 烧香 所侍奉的神 只是遭难的时候 这些神 毫不拯救他们 有一个 Rabbi Rabbi 也是牧师 Rabbi Cohen 他解释 他说 他哀求他们所烧香的神 即是 Under whom they offer 是现在 present participle 是现在分辞 暗示他们向上帝祈祷 亦同时向他们所烧香供奉的偶像哀求 当然起不了作用 顶姐妹开了个好功课 你这头又向上帝祈祷 那头又暖无世界 其实耶稣说了 其实耶稣说了 你们不能够侍奉什么 两个神 不能侍奉我又侍奉什么 马门 所以明明为基督徒们 为何耶稣 为何上帝不听我们的祈祷 因为我们师奉上帝 又师奉马门 雅局书说 心怀疑的人 心怀疑是为何 一只脚踏两条船 我不知一只脚如何踏两条船 即是一只脚踏这条船 一只脚踏那条船 结果会如何 怎样 你摔下水 十三节 上帝转口气了 就看犹太为第二身 犹太啊 你神的数目 这个神不是我 你们的idol small g your gods 和你们的数目相等 你们拜祭那些可耻巴力的痰 凡是圣经的 refer to 这个偶像 可耻的 shameful shameful 今天我们在美国的政策上 听到这句话 不用详用 就是despicable 特朗普經常用這個字 Fake news, despicable 說他們拜偶像數目和制裁數目 多到怎樣? 好像城市,好像街上那麼多 當然,Rabbi可以解釋 這是hyperbolic description 是一個expression 即是說多到數不到那麼多 shameful thing 可恥的巴力 其實原文是shameful thing 叫它thinker 可見上帝對巴力 是多麼匹視 我們考慮一個功課 如果上帝匹視這些 你是不是很愛的? 你要明白 你相信耶穌要stand in line with Jesus 耶穌愛的,你就愛 耶穌不喜歡的東西 你又不喜歡 耶穌就看到 那些猶太人 即猶太人 沒有stand in line with God 是他們滅亡的原因 所以今天 很多人問 我怎知道我得不得救 我回答你 耶穌喜歡的東西 你會否喜歡 耶穌憎恨的東西 你會否爭恨 你答到這個文章 你就知道自己是否得救 第三點 上帝禁止耶利米為猶大代求我 十四節到十七節 上帝給耶利米的personal instruction 所以你不要為這百姓祈禱 不要為他們呼求討告 因為他們遭難向我哀台的時候 我必不應問 這是很絕的說話 OK 等於媽媽將兒子 不聽話說出街 你不要回來 你敲門我都不開了 在七章十六節前 七章十六節 現在我們查一章 上帝已經禁止耶利米為猶大祈禱 七章十六節前說 所以你不必為這百姓祈禱 不要為他們呼求討告 也不要向我為他們祈禱 因為我不聽找你 很厲害 他們祈禱上帝人不聽 任何為這些猶大人祈禱 就算是耶利米 所以上帝人說 我都不聽 為甚麼呢 上帝執行一個原則 我們可以學習功課 百姓不聽上帝的話 上帝不聽百姓祈禱 我用甚麼來描述它 是嗎 知不知道 你打我一脫 我打你一脫 大家看不見我們上帝是怎樣 上帝很愛我 我打他十足,他會不還手 我不聽上帝說他形容不祝福我 這就是你所說的 看到没有? 这里有《圣经》告诉我 你不听我的话 遵守典章律来,摩西所吩咐 我也不听你的祈祷 今天你去坊间很多传台讲话 我们上帝很好,你不听上帝话 上帝仍然听你的话 他作的,他哄你入局 你真正读圣经就读到这些 这个是旧约的圣经 其实我们的新约耶稣都是一样 什么阻挤你? 你都不信耶稣 你这个祈祷信不信听? 所以我看到很多美国人说 《I will pray for you, our prayers are with you》 特别是这些昌激事 你都不信耶稣,你会听到 那些人都不悔悔,送人怎么会听? 这些就是to say something for the sake of saying something 让人喜欢听 对不起,这些没有biblical principle 有一位犹太学者叫做 Mesudath David 是盛David的 解释说 犹太人乱无他们的偶像 所以无论他们哭一呼求脱离 或者有人为他代祖 上帝必不应允 犹太学者解释一下 犹太人乱无偶像 驱使上帝不将这个惩罪 对不起 再讲一次 犹太人乱无偶像的罪 驱使上帝不把惩罪再延迟 真正的悔改 真正逃避 才能够逃避这个惩罚 所以现在我们讲到 我讲到新友的信息 《约翰福音》 《马太福音》三章二节 《约翰福音》的信息是 《约翰福音》四章十七节 《约翰福音》四章十七节 《约翰福音》三章二节 我们以前已经叫了,上帝没有辞职 来到新的时候,耶稣说同样的信息 要做一些你祖宗没有做过的事 是什么?悔改 所以今天我们相信耶稣都明白一件事 如果我们不悔改,上帝得不会喜悦 圣经很明显的教导 还有,我们信徒还要学一个俊理 如果你要乱冒罪恶 上帝不会听你的道理 You are still living in sin, God will not listen to your prayer 所以一般人说,我为你祈祷 你也不信耶稣,你为祈祷 是枉言的 还有一样 如果你为祈祷的人,他也不信耶稣 你为祈祷,他会浪费 看到我们的上帝很有慈爱吗? 但他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上帝 人没有原则,但上帝非常有原则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 能够move God的就是 是一个repentant heart 所以圣经说,一个悔改的心 上帝会听的 悔改的心 真心悔改 OK 大家看到了十五 一章十五 十五至十三 是上帝直接向犹大说话 说他们的不忠 我亲爱的犹大 这些圣经的称呼是什么 my beloved one 既行了去淫乱 adultery 圣经的adultery就是 你不faithful to God 你去worship other gods 这个就是adultery 圣慾也离开你 圣慾也离开你 这个很难认 什么叫圣慾呢? 你献祭那些圣慾 圣慾呢? they run away from you 即是你献祭都多余 如果你在拜别臣 你又来献祭呢? you are wasting time 你在殿中做什么 你在恶中就喜乐 即是如果你在拜偶像 你根本不应该走来圣殿 圣经拜上帝的制欲是圣结的 如果你没有圣结的心理 就是献上圣结的欲呢? 这个圣结的制欲不生效 看到没有? 如果我们不离开罪恶 我们的祈祷 仍然是一样不生效 你看到一个很公义的上帝 犹大是上帝所亲爱的 就不应该使上帝伤心 大家反过来看一件事 上帝这么爱我们 我们就不应该使祂伤心 同样今天要做子女 如果你爸爸妈妈这么爱你 你就应该怎样? 听他说 不要使他伤心 非常不幸 今天要怎么接手 爸爸爱我 我可以多激他 也不要紧 我不明白这些什么心态 十一章十六次 从前耶和华 吸你起名叫青橄榄 看到没有? 青橄榄树 是耶和华 是什么园? 很多橄榄 耶稣哪里升天? 橄榄山 OK? 看上帝的原意 尤大和以色列 是一个很美好的 很多叶 如今他用 控阳的声音 点灭火上 知子也被自尊 因为你 因为你敬拜偶像 上帝就要向你点火 看不错一样东西 如果一棵树 他不能够做到 监察的本意 我现在种无花果 他出不了无花果 生了很多虫 那我有什么办法? 把火烧掉 上帝也是一样东西 看上帝的原意是什么? 学西亚书 你真的把他抹下 学西亚书 学西亚书 十四章五到六节 学西亚书 学西亚书 知道上帝赐福的心意 我必向以色列如金路 我必如百合开花 如黎巴嫩的树木摘根 他的枝条必现场 他的荣华必如橄榄树 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白树 上帝的原意 在以色列 很多叶 就会结果 我先讲一些经验 等你不要太闷了 我做无花果 你知道如何健康呢? 很多叶 一片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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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欢迎来到我家 看来 就是我驾驶 你不需要进来探望我 你驾驶到我 我驾驶到我 我驾驶到我便可 一片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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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星期 八月尾 八月尾 应该是一色 特别是九月十有 一片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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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如今上帝用 控阳的声音 Noise of great tumult 用雷声 并点火在其上 He had kindle fire Prophetic perfect tense 知子也被绝善 他要毁坏 看看上帝的手段是否 如果这个果 这个树 不能够去结果的时候 上帝会落雷火 雷电 烧毁这棵树 大家看到上帝的慈爱 在圣堂上帝里头是什么? 公义 不要白占地土 看到我们唱的歌 《新药》 不要白占地土 少了他中我们的地土 好吗? 其实保罗的神后也有一样 以色列如果你不信主 你不接受耶稣救恩 保罗便将福音传给外邦人 不要浪费事后 我不想浪费事后 所以今天你跟我信耶稣 你可以说 幸好他不信 所以我们可以 不可以这样看 只不过上帝的恩典真是很奇妙 耶稣基督来的原意是 称救他的子民离开罪恶 离开罪恶 他不肯 上帝的恩典 是 intended for 外邦人 上帝知不知他们不听话 早就知道 上帝的奇妙在这里 上帝的指示就是 他们不听话 保罗 我不再浪费事后了 我将上帝帮福音传给外邦人 所有教会 你和我不是犹太人 我们是外邦人 这就是上帝的奇妙 不可以说幸好他不信耶稣 但是以色列将来一定会全家得救 所有信耶稣的人 所谓全家得救 不是以色列的不信耶稣也得救 你明白吗 但以色列人仍然有机会 所以说 我相信是七年大灾难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个现象 所以你明白 这个橄榄树 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 我现在没有时间去读这么多 我只是读21章 本书21章14节 我读给大家听 耶和华又说 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 刑罚你们 我必使火在耶路撒冷的临终着火 我将他四周围 将他四周围 将他四周围所有的进行消灭 诗篇五十二篇八节 诗篇五十二篇八节 此于我就将神殿中的青橄榄树 我永永远远倚靠神的慈爱 这个诗人真的很美丽 诗篇八十篇十六节 诗篇八十篇十六节 以赛云二十七章十七节 以赛亚书二十七章十七节 这个是很长的 保罗就用了这个橄榄树 做了一个比喻 是以色列人 五十二十四节 不接受主折下来 野鸡树摘上去 障碍方人 这是另一个很好的延经题目 罗马书十一章十七到二十四节 所以在属灵的角度看 犹太人 或者以色列人 是橄榄树 我们是什么 野鸡树 是保罗讲的 一位学者叫John Graybill 有这样的知识 他说橄榄树是光 和烹饪的fuel 燃油 即是要点灯 橄榄油 煮饭 橄榄油 在医学上 又可以涂在身体上有疗伤的作用 以及其他的作用 他更是繁荣和上帝赐福的象征 美丽的力量 因此 一幅榮美的橄榄树的图片 是一个希伯来人 是蒙福的象征 现在要被火烧 表示上帝拒绝了 上帝要惩罚他们 所以11章17节说 原来栽培你的耶和万君之耶和义说 要降和攻击你 Bring evil 这里很漂亮 另一个神学观很重要 大家听着 他要降和攻击你 Bring evil 这个evil Raa R-A-H 原文 Raa Evil 降和 因为以色列人和由大家行恶 Dun evil Raa 已经对了 刚才我看这里 Tid for Tat man Reciprocal 是同一字 大家可以寫下它 是同一字 那如果用了 那為什麼 因為你們把握燒香 惹我發怒 是自作自受 OK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到我們的上帝是怎樣的上帝 你不記得那麼多不要緊 你不用言語文 你是中國人 你做初一 張帝做十五 OK 很簡單 你不信耶穌 你去哪裡 滅亡 這是否要奉行三章十六字 大家知道背嗎 John Arthur Thompson 解釋十一章 十一章一到十七字 在神語當中 Oracle OK 連同第一章 第二章 十七字聖經 這裡所說的 其實在十一章之前 耶利米已經說錯了 Nothing new 現在在這裏 repeat repeat with urgency 即是 即是說 那個災難 is coming 耶利米說了 那些人不聽 令到 猶大領袖 very uncomfortable 險赦如喪命 有索身 有殺身之禍 下次 十八節之後 直到十二章六節 就說到耶利米 遭遇險境 你看看上帝 如何保守他 今天講到這裏 救主幫助給我們 看到一件事 上帝 很愛我們 上帝 有原則 祂說了的事情 祂一定做 如果你明白上帝的聖情 有任何事 你能做 唯一的事情 你能做 是 repeat 我們祈禱 這部上帝 我們從聖經當中 看到你 如何愛你的子民 你的子民 如何來勃奕 你如何容養 你也讓他們有救恩 有出路 叫他們repeat 甚至你派你的兒子來 請為我們 為你的子民 做了贖罪 就是要他們去悔改 我們外邦人 就因為 在這件事情上看到 而又能夠學習到 接受主的救恩 主要是給我們外邦人 莫大的恩典 叫我們明白到 如果不聽主的話 就算主的子民 你一樣要去摧毀 何況我們外邦人呢? 求主幫助我們 要得更多 接受主耶穌的恩典 去聽主耶穌的話 你去做 等候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再來 不怕自接受主耶穌基督 求聖靈幫助我們 讓我們能夠 由你的領導 尊重困難 仰望我們 為我們的信心創之成中的耶穌基督 感謝 我們的圖基督 紅 Chip 我們是我們 麻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